腹部外伤是腹部受伤,可由盾力或穿透力造成。 腹部创伤的症状包括腹痛、压痛、僵硬和腹部外侧瘀伤。 并发症可能包括失血和感染。 诊断可能包括超音波、电脑断层扫描和腹腔盖洗。 治疗可能包括手术。 腹部创伤的征兆和症状包括腹痛、压痛、僵硬和腹部外侧瘀伤。 并发症可能包括失血和感染。 诊断可能包括超音波、电脑断层扫描和腹腔盖洗。 治疗可能包括手术。 它分为钝性或穿透性两种类型。 可能涉及腹部器官的损伤。 下胸部受伤会导致脾脏或肝脏损伤。 腹部创伤的并发症可能因损伤的严重程度和所受创伤的类型而异。 一些最常见的并发症包括 1. 失血。腹部创伤会导致大量失血。 进而导致贫血并需要输血。 2. 感染。腹腔受伤可导致感染。 如不及时治疗,可能危及生命。 腹部创伤透过身体检查。 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相结合来诊断。 1. 身体检查。 身体检查时,医师会检查腹部是否有外伤迹象。 如压痛、瘀伤、腹胀等。 2. 影像学检查。 超音波电脑段层扫描、CT磁症造影、MRI等影像检查可用于评估腹部器官的损伤程度。 腹部外伤的不同类型及其分类如下。 1. 腹部钝性外伤。 此类腹部外伤是由于腹部受到直接撞击造成的。 例如车祸或从高处坠落。 它会对腹部器官造成损害。 如肝脏、皮脏、肾脏和肠道。 这些问题是而言之简 artifact。 排行物练大 HasbethGone d responses。 tonsビジオン nets。 2. 麻疗。 2. 麻疑。